give it to me like 小莫和迈克从小就身体不好 他们俩有先天性血液疾病 每二到三天就要换一次血 走路拄着拐杖 小莫很聪明 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医学博士 专门研究他自己的这种血液疾病 他发明的人工造血 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获奖也不能让他开心 生命随时处在死亡的边缘 他在医院的实验室里 偷偷进行一个疯狂的实验 蝙蝠是唯一一种 以血液作为食物的哺乳动物 它的唾液中 进化出一种抗凝血的特殊物质 如果把这种物质和人类的血液进行融合 就可能在体内产生抗凝血的效果 治好自己的病 迈克出钱赞助他的实验 小莫在哥斯达里加一个山洞里 割破自己的手掌作为诱饵 捕捉到一匹蝙蝠来做实验 有一天他的女同事玛丽 发现小莫的实验 在他听了解释后 他相信了他的理论 表示支持 实验做到第117次的时候 成功了第一步 注入小白鼠体内的血清 并没有将他杀死 小莫马上去找迈克 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他心里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由于用人体来做实验不合法 小莫和玛丽 在一艘公海的船上进行 血清打入小莫体内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变身成了一个人类 和蝙蝠合体的怪物 见人就杀 吸光血液 速度超级快 可以躲避子弹 人类在他面前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玛丽被一个船员打晕 整艘船上的人 都被吸血蝙蝠杀死 吃饱了以后 小莫逐渐恢复了意识 他查看了监控 看到了自己变身后的恐怖模样 非常懊悔 玛丽还没有醒来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他打电话报警求救 自己跳到海里逃走了 在医院醒来后 两个警察问玛丽船上发生了什么事 他撒谎说昏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莫回到实验室 他饿得发疯一样 到血库去喝人造血 他进入养蝙蝠的大鱼缸里 蝙蝠不仅不咬他 还像同类一样 趴在他身上跟他玩 他在实验室里 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了全面的检测 在吃饱情况下 不但可以很好地控制住体内的怪物 而且身体进化出了蝙蝠的特殊能力 可以飞翔 速度力量得到了增强 还拥有了蝙蝠的超声波定位功能 但是人形状态 只能维持6个小时 超过时间 就会变成自己无法控制的怪物 人工造血维持的时间 越来越短 这样下去 如果人工造血失去控制作用 就只能去杀人吸血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他把自己关在封闭式的玻璃房间 麦克在电视上 看到海上船只毁灭 船员被杀的消息 就来到实验室看看怎么回事 看到了关在玻璃房间里的小莫 麦克给他拿了一袋人造血吃了下去 恢复理智的小莫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麦克让小莫给他注射血清 我也想要这样 我不想死 小莫说这种血清 自己无法掌控 只会给别人带来灾难 不同意 把麦克赶走了 晚上 医院里一名女护士 被神秘蝙蝠杀死 血被吸干 这让小莫十分困惑 怀疑是自己无意识的情况杀了人 他在背包里装满了人造血 打算跑路 在楼下被那两个警察拦截 警察要带走他调查 小莫没办法只好逃走 他像蝙蝠一样飞到楼顶 由于他没有掌握好飞行技巧 被警察抓住了 关在牢里 麦克来监狱看望小莫 临走的时候流了一袋人造血 小莫发现 麦克走路不需要拐杖 马上明白 麦克偷走了吸血蝙蝠的血清 给自己注射 是他杀死了女护士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小莫喝掉了人造血 成功越狱 他质问麦克 女护士是不是他杀的 麦克承认了 两个人在街上打了起来 打到地铁里 麦克身体更加强壮 小莫眼看打不过飞走了 麦克去酒吧勾搭妹子 但是被三个男的羞辱了一番 等他们三个喝完酒出来的时候 麦克扑上去吸光他们的血 小莫偷偷找到玛丽 解释说 女护士是麦克杀的 他在外面还会继续杀人 必须阻止他 他让玛丽帮忙从实验室拿一些东西 他要制造出一种 可以杀死麦克的毒药 玛丽回实验室取药的时候 顺手拿走了吸血鬼血清 小莫做了两瓶毒药 他对玛丽说 人造血持续的时间 已经变得很短 杀死麦克后 我也要杀掉自己 以免祸害人间 麦克把从小照顾他们俩的老医生 杀个半死 让他打电话 给小莫引诱他过来 小莫赶到后 老医生死了 没有小莫的保护 麦克又杀死了玛丽 小莫赶回去的时候 玛丽已经奄奄一息 他请求小莫吃了自己的血 杀死麦克 小莫悲痛万分又没有办法 只好照办 吸光了自己最心爱的人的血 马上跟麦克打了起来 但是他打不过麦克 被划破了肚子 他在地上奄奄一息 小莫一声怒吼 声音沿着下水道 向远处传开 不一会儿就召唤出了 成千上万的蝙蝠 小莫操控蝙蝠打败了麦克 把毒药打进了他的身体 杀死了他 影片最后 已经死去的玛丽 突然睁开了眼睛 应该是他在临死前 将吸血鬼血清 打进了自己的体内 变成了吸血鬼 原地复活 影片结束 最后再说一句 女主角玛丽真的很漂亮啊